其中 就我所親身接觸的有很多 他是第一位把台灣跟日本的關係定位為 台灣是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的經濟夥伴 以及重要的友人 他這個定位就一直程序下來 甚至這個定位進到了日本的公文書 在國會的文件 還有日本的外交親屬裡面多有 那麼他在2017年1月的時候 就讓本來的教育學會加上了日本和台灣的名字 叫做日本台灣教育學會 那不久我們的亞東關係協會也改名 叫台灣日文關係協會 這也是在他任期中改變的 生日文 讓我去西藍